凤飞飞过世的消息震撼了整个演艺圈 包括了情歌天后梁静茹 也在微博上抛文表示说她真的不敢相信 偶像凤飞飞就这样走了 而经典歌曲掌声响起 到现在都还一直回荡在她的脑海中 事情这么突然让人是不敢相信 而凤飞飞的促势真的是让各界震惊 身为凤飞飞好友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还有夫人邵小林 下午召开记者会 对于好友过世的噩耗 非常的哀痛 详细情形我们立刻连线记者 廖荣颖 荣颖 我们跟凤飞飞交情非常好 也非常喜欢她 所以这个消息对我们是一个震惊 也是一个打击 猛然反省啊 这几年实在应该多多往来 三年以前她来开演唱会 还主动跟我们约 一定要见到小林 所以小林今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 我请你自己讲几句好了 好不好 飞飞飞是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在中国电视公司在一起 我们的感情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有这样 也是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艺人 非常成功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我很想念她 谢谢 好我们看到胡吉祥跟邵小林夫妇 对于好友凤飞飞的过世 看得出来真的是悲痛晚分 她很健康 她很健康